当然 祖龙族这一次也是度过了危机 多亏后面圣龙族的大部队急忙赶到 不然也会与对方拼得两败俱伤 所以 祖龙族和圣龙族的神战级别 依旧是作为了阎龙盟的克青神战 地位也是比起盟中的神战还要高一些 萧炎在创立阎龙盟之前 虽然那已经有者明显 可是却没有现在这么震撼 神龙族和龙盟的毁灭 也是让那个阎龙盟真正的横空出世 成为了万寿神界之中 最强战力的核心势力 这一次的侏龙之战 差一点就被神龙搞得翻天覆地 还勾结了那些魔物 妄想统治整个万寿神界 最后也是有惊无险地 在萧炎那借助焚老的力量 只下击杀了那名武林权魔 才有了如今的阎龙盟和圣龙族 以及祖龙族的再次走上辉煌之路 这时 萧炎突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对了 我在阎龙盟之中建立了丹格 其中有着我炼制的一些高阶线品丹药 还有培养者更多的炼药师 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你们的修炼 以及其他方面上的需求 都会大大的提高 一听萧炎此话 圣龙也是有些激动地看着萧炎 不过也是强烈地压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 对着萧炎拱手道 多谢萧炎盟主了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必定会将炎龙盟发展到最大化 在这之前 他们圣龙族和祖龙族 最缺的也是炼药 这一块 族中虽然天才诸多 可是也没有出现 一位与萧炎这般天赋的炼药师 如果按照炼药师的等级划分 萧炎此刻 已经是一位药仙级别的炼药师 而且从炼药术的手法来看 更是已经达到了九品药仙的层子 不管是当初的药圣 还是现在的药仙 它们之间也是分折九个等级 也就是从一品药仙至九品药仙 而萧炎 则是成为了药仙之中的九品存在 一旦达到九品药仙的炼药术 那么在这九品药仙之上 乃是传说中的药神 当然 对于药神这样神圣炼药师的存在 就算是萧炎 也都非常难以突破 毕竟突破成为药神 无疑不是第一等级世界的一方 真正神奇强者 如果说 无品药神的号召力 乃是连六种天位神都 极其忌惮的存在 所以不管到哪里 炼药师这个行业 都是最受欢迎 最受瞩目的存在 不过 萧炎想要让更多的神奇强者 对自己敬仰瞩目 就必须将自己的 炼药术再次提升 成为传说中的药神之后 或许就算是诸神万界中 都能够在部分区域 照容一些超级神奇 随着炼药师品级的越来越高 那么其影响力 也会变得更加广泛 既然 如今我们都是自己人 我又作为炎龙盟之主 我必须将自己的另一个长处 留在盟中 好好地发展起来 这样一来 炎龙盟的底蕴 也将会再次地被提高起来 并且 日后我不在这里 炼药师这一块领域 也必定发挥着 极其重大的作用 小炎兄果然是一位 不可多见的奇才 不过 想要让丹格迅速发展起来 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毕竟按照我的了解 整个万兽神界之中 炼药术最强的炼药师 也就六品药仙的程度 如果你一直留在这里的话 或许能够让丹格 在几天的时间里脱颖而出 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丹格 圣龙 作为圣龙族的组长 自然是非常了解 各方面的综合信息 同时 也是会朝着综合数据来做分析 所以圣龙刚刚所说的 也没有错 万兽神界之中 最高炼药术 也就六品药仙而已 想要达到九品药仙 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 小炎只是淡淡一笑 超越六品药仙的炼药师 小炎的脑海中 自然是已经想到了一位 那就是 小炎还是在少年时期时 在斗七大陆里 中周第一炼药师 药臣 同时也是小炎的师父老师 如今 小炎能有如此的炼药术 自然是离不开 当年药老的栽培 现在自己已经在第一等级世界中 闯下一片天 要将千元界中的一些老朋友 迎接到万兽神界 这对于他们的修炼 也是有者巨大的帮助 这万兽神界 乃是第一等级世界的 三大神界之一 自然是有者 磅礴浓郁的神源之气 当然 神灵之物也是非常之多 想要成为神器 那么万兽神界 便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虽说 之前小炎离开千元界时 药老还只是药圣级别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以药老那变态般的炼药术天赋 恐怕也已经突破成为 药仙级别的炼药师了 所以 除了硝炎之外 药老乃是最佳人选 到时候将其接到万兽神界 恐怕不仅 他的炼药术加快提升 就连自身的修为怕 都是可以提升更高的境界 我已经有一位人选了 他的炼药术 可不比我低 当年 要不是老师叫我炼药术 我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 硝炎讲起药老实 脸上也是情不自禁的挂者 一抹柔和的笑容 圣龙一听 是硝炎的老师 也是露出震惊之色 心想者 能够将硝炎的炼药术 叫出如此的程度 恐怕他所说的老师 也是极为恐怖的存在了 玄疾 便是急忙问道 硝炎 那你的老师 现在在何处 硝炎回答道 在第三等级世界的 千元界之中 我正准备修整几天 在前往无量神界之前 将千元界的那些老朋友 全部接到炎龙盟 硝炎兄 你是要亲自去吗 我觉得 你应该好好在这里疗伤 一段时间 前往千元界接人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了 处理了 听者圣龙这样说 硝炎也没有拒绝 对方也是所言不假 自己在这次的 朱镕之战中 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就算有一些 高阶丹药来修复 可是想要恢复到 全盛时期 还需要一些 时日的修养 所以 既然圣龙都那么说了 硝炎也是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圣龙兄了 对了 除了这次前往千元界 去接我的老师之外 我的两位爱妻 和两个孩子 也一起接上吧